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而且又婷是个创业家 不敢不敢 你很少看事情比我光明 你这次比我光明 因为我看到他人生最痛苦一段时间要开始 对 我收回不是能说痛苦 最有挑战性 困难 因为带小孩的确是非常困难 那种对心理的情绪的痛担心等等 你熬过来就非常有满足感 你知道那天我听一个投资人 好像还投资阿里巴巴的那么一个挺成功的投资人 他讲的挺哲理的 说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人 最好的天使投资是谁 是母亲 是不是 就是生这个孩子 你要把你这一辈子其实都投资在他身上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什么 我最近因为生孩子 就看很多那种国外那种育儿的那种纪录片 然后他们里面哈佛的一个学家就说 那个每个国家呢 应该要给妈妈足够的育婴价 甚至要给爸爸足够育婴价 他说你会觉得他们在放育婴价 而且还拿全新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企业的损失 他说但是他们哈佛做了长达十几年的一个研究 当一个企业投入 就是说等社会成本投入一块钱 在一个妈妈 就是这个小孩的培育身上 这个小孩长大以后 他回馈社会是两块钱美金 所以他说这个投资是绝对值得的 但是如果在育婴价不够长的一个国家里面 他的小孩子长大以后 没有办法成为人才 就成为人才比例变低 所以他回馈社会的成 就是其实就变少 所以他说这个妈妈 其实是在用他的时间 跟所有经历培养一个国 真的是所谓的国家的未来 但是并没有人去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就看到其中一个妈妈 就很生气的说 我就在 我是在为社会做事 某一种程度 我希望他不要变成坏孩子 可是为什么我的老板每天都告诉我 说我在眷勾 就是我没有好好的工作上班 然后给我那么大的压力 他就快崩溃这样 对 我现在已经感同身受 那个企业老板可以说 好啊 我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等你小孩长大的时候 我的企业可能已经早就倒闭了 所以我就 我就没有办法 而且他们说身为母亲以后的职员 他将会有更柔软的角度 处理事情或看待人际关系 基本上在你的公司里面 会是某一种润滑剂 就是说你在公司上 你不一定完全用一个工作效率 来评断一个人 而是说你为什么会有男女比例啊 或者是说为什么要女性主管 男性主管 不然你这整个工作请男的就好了 是不是吧 但是我问你一个啊 这个不是歧视啊 确实是我对心理问题的关心 有民间有个说法 说是一孕傻三年 你现在感觉到有发傻的感觉 是蛮傻 没有就是说话很聪明啊 那我可能只能专注一个小时 大概两个小时 我常常现在最常就问说 我东西放哪里什么的 我已经开始有点那个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 生后再傻三年 这是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我老公最近可能发现 这个很严重问题 他那天活来说 我们最近呢 要训练我们的脑部能力 他下载了一个apps 就是教你训练那个数学 就是他前面有个公式 然后呢 反正你要什么 一直回答上一个公式的答案什么的 然后他说 Ivy我们应该每天练习20分钟 然后再打坐20分钟 这样你的脑筋就不会变本了 想说你在预防什么 很认真来跟我讲 所以母亲真的是特别伟大的 真的 就是我们那个扎建英老师 说他说他后来明白了 说确实女的啊 就生了孩子就傻了 傻三年 他说 他说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吗 他说即便是换了你们男的 他说你知道啊 你跟那个刚出生的小朋友 陪着他一起 看那个最浅智力的那个动画书 你跟他一样思维给他讲 从前有个山 山上有个老虎 他说你从早到晚一年 跟一个这样智力的孩子 去跟他融合 你自己在到社会上 你可不就会变得有点 倒也不是我反而觉得小朋友出来以后 我最近看又在看很多书以后 我最近先进来的观念就是说 小朋友其实从你在肚子里面开始 他就是一个个体 你知道日本有一个那个 复产科学家 他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轰动日本 就是说他在临床的时候 试验 把每一个就是三岁啊 四岁甚至到小学的小孩 问他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小朋友呢 个别的都会告诉他一些答案 有些当然讲不出来 但是他每三个小孩 就一个会告诉他答案 是吗 而这些答案 有记忆的吗 是有记忆 但是到了国中以后 这个记忆会变少 然后他说那这些记忆 你可以说是小朋友想象出来的 他编给你的故事 他说可是如果这些记忆 开始有共通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这件事情 或许他有某一些道理 是科学至今无法验证 包括有小孩告诉他说 他说你为什么 你在妈妈肚子里什么感觉 他说我觉得有个东西 一直压着我 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希望赶快出来 他妈妈那时候子宫肌瘤变大 所以他是早产儿 然后他说妈妈没有 不可能会去告诉一个 一岁小孩说 我当初怀疑的时候 有什么子宫肌瘤 但是小朋友的形容 就是他妈妈那时候 遭遇的病变的感觉 所以他这个研究到之后 告诉你 不管你信不信 但是小朋友 如果你相信 他存在你的肚子里面 他就开始跟你有反应 因为如果他跟你是 这么联系 这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当作 他是一个个体 而你开始跟他说话 或者是开始教育他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他当作 一岁小孩 或三个月小孩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是累积 而那个累积不会 不会是用分数 告诉你说 妈我现在知道了 而且他说 这种累积不是治愈的 包括他对所有颜色 就是还有他说 现在像我现在已经五个月 他说小朋友 已经开始有味觉 所以他说 当你把你小朋友 挑食的时候 胡萝卜啊 菠菜啊 现在多吃 让他习惯那个味道 麻辣火锅你就别吃了 早点训练辣 出来以后 他就不会对这些东西挑食 那你说你要不要相信 但是我慢慢开始 要相信这种事情 将来生了 我要采访你的孩子 是吧 不用等生了 我已经给他安排 产房直播 到时候那个 在网上付十块钱呢 就可以进入一个聊天师 看那个产房直播 我将来给你安排 子宫直播 对对对 以量取胜嘛 十块钱你看 我们多少观众 两千万个观众 两个一的生意 真的很好 我们等一下谈一下 怎么分成 你要这么说 他就给生产直播行吗 我就是生产直播 产房直播 这个又情是挺有这个意识 但是你说的特别对 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 母亲真的是负责 这国家的民族的未来 真的就咱们国家 这么多有问题的孩子 其实是因为有问题的父母 你这太重要了 因为呢 为什么说孩子 咱今天说的 就跟孩子有关系 就所谓90后 创业 你现在听说了吗 就是所谓全民创业 真的 别吹牛 就是你知道吗 要进入全民寒冬了 情况 经济情况雪上加霜 没有那么乐观 那些和成功的故事 那现在我知道 他们都是一帮骗子 你知道吗 就是 现在 我给你念一个新闻 18岁少女 辍学创业 神奇百货 荒唐收场 1998年出生的王凯新 高二辍学创业 成立电商 神奇百货 随后在创业真人秀节目里 拿到千万融资 宏极一时 然而2016年夏天 神奇百货接连爆出 辞退员工 闪电搬家 数据造假 涉嫌漏税等风波 如今又陷入倒闭传闻 近日 不少网友发现 他的官方网站已经无法访问 APP内容也全部清空 更让人震惊的是 作为CEO的王凯新 还被前员工爆料 侵吞600万元供款 神奇百货的天使轮投资机构表示 已经放弃了这家公司 把神奇百货拉入了死亡名单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神奇百货 已经人去楼空了 你再看下一个 这也是人去楼空了 再看下一个 你能看不明白吗 杭州 前些天 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创业失败 创业失败 然后就觉得还不上钱了 还不上钱 你看脚后跟悬空 站在楼顶上 跳楼 最后是 按说特别淳朴的一个原旧的民警 一激动说出来一句话 握着我温暖的大手 握着我温暖的大手 原话就这么说的 结果好像最后还真把他给救了 就没死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也是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创业模范人物的春雨 好像有个 又婷知道这个人吗 对 我知道他很辛苦 他这个创立 他这个本来不知道是哪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前高管 然后自己出来创立 张瑞 对 他最近猝死 猝死 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创业者 满满的情怀 但是据说是劳累过度 还是怎么样 就是猝死 所以说这个 打工也很多人去 猝死 所以很难说因为他创业 但是 打工死的人更多 但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家 这个口号下太多人把创业想得过于美好 对 你创业你要先你都不知道你要忍受孤独的一段时间有多长 就是这个CEO的title听起来很好听出去好像每个人把你当老板 但是你在这个像这个春雨的这个创业办人 他就常在他之前的所有访问里面 他是很辛苦的 他一直说 我也不想上市 可是每天有好多钱来 因为他觉得你很成功 每个人都逼着你说 你让我赚钱 让我赚钱 我想让你融资 我想让你上市 上市 他说可是当你一上市之后 那整个规模变大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去handle这么多事情 好了 被逼着上市了以后呢 他没有想象到那种钱的快乐 他就每天就为了这些报表啊 那个现金流啊 他说他很辛苦 他老婆就很难过嘛 说我嫁给你的时候没钱没房 你走的时候我们还是没钱没房 因为我们还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还有个结果都还没呢 但是你就已经先把你的健康堵上去了 然后那天还有人说创业前你先想五个 家庭你要是健康一点 公司做大 要跟家人在一起 跟朋友在一起 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你如果只能五选二 你要选哪两个 就大家发觉 我不是创业的时候 我五个都要吗 因为我有自己的时间啊 我可以跟家人相处 我可以跟朋友喝酒 然后我还可以赚大钱 就你发觉你其实是五选二或十选二 你都不知道你要牺牲什么啊 你说的好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加辉你觉得香港人对创业这个词儿热气 热不热衷 香港 热热衷了 比如说是更愿意让孩子 去做一个大公司的 高薪工作 还是去创业 当然有了互联网 这种种种的传说 还有期待比以前多好 可是到今天我听最多的 还是跟我小时候的一样 都是期待你考公务员 香港当公务员最舒服的 基本上是工作固定时间 薪水很高 长期终身聘用 到现在我的学生 都说爸妈都说 整天问为什么你不考公务员 想不到到今天都这样 当然很多学生选择创业 我好多学生 他们现在报名 拿奖学金参加什么活动 几乎都会写上说什么 我是网店的主人 开了网店 好像要表示什么 表示他有经营网店的经验 还有knowledge 其实那个东西可能就是这样 你就注册一个东西 根本一年都没有成交一两个生意 可是大家以那个作为的最起码的身份 入门券 那所以那个就是互联网的那个期待 可是又婷刚说起什么 什么给你选择 我听好多朋友想创业的时候 都只有一个目标的了 都是说我希望当老板 为什么呢 我希望从起步要看别人脸色 当老板才开始要看别人脸色 后来当了才知道吧 对啊 可是每一个刚开始都是受够了 我不喜欢回去看我主管 看我导播 看我主编 看我这个台长什么脸色 到最后看了一个电视台 结果你要看几百个人的脸色 真的 所以就是我早就有先见之明 我发誓不当老板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玩意不好当 就是其实我对这个行业深感同情 就是你看他这些创业的 所有我认识的创业的人 他们发朋友圈 你知道吗 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焦虑 焦虑 哪怕很成功的人 哪怕很成功的 就是说融资融了几十个亿的 融的越多越焦虑 真的 就是投资机构的代表 你的客户 你的员工 你的合伙人 哎呦 这不是说光看脸色的问题 你这个钱 咱就老说 现在我就发现 这个中国人这种 这个二 就是说咱们就有价值观 说他融了二十个亿 你觉得他 好像大家觉得他是福星 对吧 你怎么不知道 他们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呢 真的都是这样 而且你 当你越融资越多 你就发觉 你有更多的搭档进来 你就没有办法 开始只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要配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那你的公司 可能跟你当初 想要设定的目标 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而且你像就说 我就说这个王凯欣 这个十八岁的这个孩子 对吧 你知道他出事啊 是据说是因为 接受了一个时尚杂志的专访 出的事 本来没事 穿着专访 这孩子呢 戴着紫蓝色的假发 大牌服装加身 是吧 看上去 犹如偶像剧里的女主角 是吧 然后正是这篇报道 把他卷入负面 舆论的暴风眼 因为我觉得 这个报道也挺损的 因为报道中说 王凯欣身边有三个助理 天天住五星级酒店 对员工飞扬跋扈 更严重的是 他被爆料 撒谎成性 交易数据造假 货源基本都来自于阿里巴巴 商业模式毫无技术含量 句句令人扎舌 这是 创业其实没有很难 在互联网年代 你首页其实是最难 每个人都知道 而且每个人 做那个天使基金的人都知道 统计学上面 100个新创的企业 好像真的能够维持下来 维持还不表示 他非常成功 这是不死掉 100个里面 好像只有12到13个 不会死掉 换言之 我觉得我们不是说 他失败就不对 就是说本来年轻人创业 他本来就没有一次 就成功到立 我觉得这也不应该是常态 所以呢 他失败是可以给予抠间 我也相信那些天使投资人 也没有认为 我今天10万投下去 我马上要20万的回报 但是重点是 他是怎么失败的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子 他真是讲王海 我没有碰过他本人 但是我碰过在这个文章当中 其中一个类似跟他一样 90后出来 自己先变网红 把自己先弄成名人 然后呢 就开始投资很多东西 现在也是消声无踪的一个女孩子 我跟他做过一个论坛访问 他是嘉宾 我只是主持人 他是以成功的例子 把他邀到这个论坛来 好 那前一天大家要对稿子 我就先 我到了以后 我说我好了 我可以准备好了 来跟他来对稿子 他是个90后 然后呢 这位小姐 大排到迟到了一个小时 他在房间里面 他说我要化好妆才出来 我说我们在re稿 我们还没有上台呢 这个你可以先re完稿 大家所有人都搞定了以后 然后您去好好化妆 这次前一天晚上 然后他就先化好妆 然后大农妆来到我房间来 然后跟大家re稿子的时候 他说行 我什么都能讲 你要我讲什么都行 我想胡 你要我胡什么胡 对不起 台湾叫胡烂 就是说 你要我忽悠什么 忽悠 对 他说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他就是这样做 我知道你们想要让大家听什么 听什么个道理 我都想讲 我说小姐 我不是要让你忽悠 我要您讲你心里话 你真实的创业经验 因为今天来的人真的会听进去 他说没有啊 不就是胡悠吗 从头到尾就跟我讲说 我就是配合市场 你们想让我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不用担心 就一直叫我告诉主神说 你不用担心 那个场面不让 你不用跟我对了 因为我就告诉你 我知道 然后隔天我就觉得 这个太可怕了 下面的小孩到底听了什么 还有这个女孩子 怎么才90后 你才创业几年了 两年吧 那时候两三年 你就已经有这个态度了 我不相信有更多的合作伙伴 会想跟你合作 那你的东西怎么变大 我现在对 我现在听到有些人 就对这个网红啊 看虽 就是觉得呢 这个什么投资 什么天使轮啊 什么的 都钱砸下去了吧 突然间发现呢 他这个东西啊 他不 所以过去人家讲 就说你看西方人 是吧 他是去制造出新的价值 对吧 或者是说 人像大自然去探索更多 去得到更多 是增值的 说这个我们的 你比如网红这种啊 到半天 钱下来 发现他们都拿钱呢 在砸这个千万级的网红主播 这种网红主播 的确给年轻人是个榜样 那最高的 就是为什么年薪千万呢 就是因为这些钱砸下去之后 这些直播网站就挖人呢 我不用干嘛 我挖来你 他给你500啊 我给你800我给你1000就这么上去了 挖来了就赚流量 甚至是造假嘛 肯定是造假流量 那么就是 最后你搞成了一个这个东西 那么你说投资人会觉得他这个投资 有长远的保证吗 那你暂回那些人的角度来看 像你刚说那一位王小姐 对他们来说 不一定叫做失败了到最后 因为他中间赚了他的权利 他的名气 还有赚到钱 他最后不能维持下来 是一回事 可能因为他不懂得见好就收 可是我们想象中间很多人 比方说做这个行当的 或说做所谓网红什么 他赚到他要的东西了 所以他怎么样扶忧 还是继续 就算他后来真的失败了 自杀也好 什么也好 一定有千千万万个同样的人出来 我这个人的这个财经知识 就是愚昧到这么一个程度 我一直没懂 比如说说谁天使来了 给我投资了对吧 你拿了人家的钱 要是最后没赚 你算欠人家钱吗 要还人家的吗 没有 他是投资的 他跟你是一起的吗 就等于合伙人一起 所以是一起负担这件事情 就对他来说 我没干成什么 他也只能认赌服输是吧 对啊 那好啊 那就可以 那无所谓 我没风险是吗 但不然这样说 因为你跟他一起 他不然就看见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有风险 你风险就是你的名誉嘛 你的名誉 你的时间 你要付出时间在那边 那对于一个名誉扫地的人 他有什么可以在乎的 这就是我要说 对他来说 假如他不这样做 他能做什么 可能他low body 什么都不是 他就做一个打工仔 所以他一定来给你 所以我不应该把这种人定义 为所谓的创业者 这不是我们当初 鼓励年轻人创业的目的 他不求你短暂 两三年的一个火花 他应该是 就像文浩说 他是一个价值观的建立 而那个建立需要时间的累积 所有的风头 也应该要培养你的投资 你投资的企业 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都能理解 我现在发现 年轻人唯一的特点就是着急 他就是 他老想着急嘛 他老想快点达到他的目的嘛 我觉得这是胜利者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那么好听的 什么长远的价值 企业的经营 理念 还有双赢 都是我们看到极小数 被淘汰掉 剩下来的长远的 10年 20年 30年 李嘉诚 马云 这个那个好 胜利者的语言 当初回到他们的年轻的时代 可能李嘉诚比谁都焦急 他就一直想出去 卖掉他手上那两桶的 红塑胶材料 但你每一个决定 将会影响你未来的五年 我现在卖一只我的表 我刚刚讲说 我现在卖这个价钱 然后他们讲说 这个价钱 现在我现在好像是 两千多人民币 但那个厂商永远都跟我讲说 主流廷太贵了 我们贵到没有办法 好好的像那种便宜的 一千块的表 或者五百块表 这样子量出不来 但我说如果当你一个品牌 先定义这样 你现在go down 那你 人家就不会再也不会 把你往上开 LV如果今天只卖一个 一百块的包包 你再也不会用一万块 去买LV这个牌子了 所以你要累积 你要积电 那这个积电是什么 必须你要忍受 三四年的不赚钱 去让大家觉得 这个牌子值得到 我可以存三四年前 买一个LV包包 那我就会相信 他值得这个价钱 没错 我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就像我的这个广告价格 长期的有价无视 一直高悬载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呢 就是不负责任的人 还不见得是多数的 更可怜的是负责任的人 你知道就是人最怕呀 身不由己 哎 那么多钱压身 你你就是 真到你 就像这个 有的为什么就不行了 像又婷刚才 我觉得又婷刚才讲的 一个选择 要不说当妈妈了 考虑问题 哎 真的就平衡 我觉得女人一生孩子 一变 真的 就是比如说 本来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性 你看她一当了母亲 她马上对方方面面 人生的见解啊 变得平衡 我说的平衡 你知道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哎 那天我看伍迪艾伦 写的这个一个 一个访问啊 哎 我觉得我跟他挺像 但是我没有人家的才能啊 我也有 我起了人家的毛病 就是说 我觉得我就是个这样的人 就很早以前我就明白 实际上 我能做的比现在成功的多 嗯 也许我能发财 我能成为行业翘楚 办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把自己的一生全搭进去 真的 没有不可以的 就是 而且我完全可以进入那种状态 我曾经进入那种状态 最后我是觉得 了无生去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已经是几天几夜不睡觉 把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我也不谈恋爱 我不要 我全放在这个工作本身 我知道我这样干下去 五年十年 必有大成 对 眼睛看得见 但是呢 你看五弟艾伦就是说 他说你看 我为什么也成不了什么大导演 但是也还不差 他说我呢 会认真的拍我的电影 可是呢 我得每天晚上回家吃晚饭 我得每个周末 能让我到我那个酒吧 吹那个萨克斯风 哎 能晚上开电视 我要看橄榄球赛 他说 我更愿意 这样来安排 就像你说的这五个选项 这样来安排我的人生 就是说其实人是有选择的 是 你要想当人中龙凤吗 那么你先得下得了地狱 但是你可以选择 我不要下地狱 我在地面上就好了 这个等于是选择 则是一组的一个关键词 另外一个是代价 你选了什么都要付代价 付代价 你不要以为我选了什么 我就不付代价 孙吴迪亚人说 他获得的 选了他决西岳 他看球赛 他代价就是这样 他的融资能力 比不上他同年纪的 Martin Scorses 等等 你要代价 可是那个到最后 我还是觉得 这些都是胜利者的语言 就算你把一辈子 放进去一个事情 当然相对于 你不把全部时间放进去 当然会获得好一点点 可是不表示一定成功 就像那个又婷 你的刚说 做表的 是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型 能不能做出来 判断的问题 他说的也对 也是饱汉不知恶寒鸡 往往容易事后住不了 更多的人搭进去了 自己一辈子 所以大家先知道 这个再去做这件事情 你要先知道最坏的结果 但现在很多是 我只看最好的结果 然后我就先